你喝酒没有问题 但是它是酗酒 就是我们有一回去沈阳那边 去参加他战友的一个婚礼 我们是提前两天到的 然后他战友安排我们吃饭 一桌子都是战友 战友情这个东西我能理解 但是他那天喝了 一桌的人喝了四五瓶白酒 然后喝啤酒就已经无数了 我说这样吧 我说咱们别喝了 因为明天咱们还有正事 参加完婚礼 然后咱们再喝 然后他说你回家吧 给我打个车就粘我 就让我走 你先回家吧 我跟我哥们 这好多人好长时间都没见了 然后我们在那啥 我们在上歌厅 在唱会儿歌啥的 然后就一个劲地推我 让我上车 然后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 当时我俩就是在饭店的时候 也没给他留面子 然后我们俩就动手了 主要是因为 因为所有的战友都没带着对象 我就你一个女生 有些时候 因为男生喝完酒之后吧 有些个玩笑吧 你说我要是跟战友鸡了吧 还不好 你要说跟你 要是玩笑深了吧 我还有挺介意 所以说我就让你回去 我在旁边我可以照顾你啊 你喝成那样的 我肯定不放心呢 你就让我自己回去啊 再说我也不害你是啊 不是你刚才说的动手是 他跟你动手 还是你们俩互相撕不起来 当时这样的 就因为他喝多了嘛 一个劲儿让我走嘛 我就挺来气的 然后我就把他们 那个桌子给掀了 然后他感觉特别没面子 然后他就给我动手了 这算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 是吧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他身边的异性女儿特别好 以前他去出去应酬什么的 他都会带着我 然后呢他身边的那些就是 所谓的就是朋友吧 就女朋友啥的 喝完酒喝到一定程度了 都管他叫哥 然后再说哎 妹妹 他们就已经就能喝到一起 然后勾肩搭背的 就无视我的存在 第二天完事了之后呢 他们那些所谓的妹妹 还会给我打电话跟我说 嫂子你别建议 昨天我喝多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说他那些妹妹 是不是有点绿茶的表现呢 没有 主要是因为 你喝多了嘛 可能有一些个这个 就是玩笑啊或者什么 这个很正常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场合 能带着你去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 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我特好奇地问一下 这五年他在外面工作 你在干吗呢 为什么不工作呢 你在持家吗还是什么 照顾他还是什么呀 没有 他 他是这么说的 我可以不工作呀 可以在家冒美如花 他正前养我呀 你就真在家里冒美如花呀 对呀 啥都不干啊 对呀 家务呢 家务也是他做呀 他当兵出身 他批我收拾着干净啊 饭呢 饭就会煮方便面呢